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女士开的是路虎极光越野车 买来花了50多万 开了半年多 现在全景天窗外部有一道明显的划痕 天窗内侧也能看到裂缝 她说当时在这三个车位里 左侧车位停了一辆车 右侧车位上方有管道 上面贴了高度1.53米禁止停车 自己想停到中间的车位上 首先就是那边有辆车 刚好它有点越卸停到这边 然后这边这个指示桶呢 是这个位置的 那刚好这里不是有个刚刚好够一个那个我停车的位置吗 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我是觉得就是说他把警示牌放在这里 就是这里过是不能停的 那么我就按照这个正常的位置我就倒进来了 施女士说 风管下方的车位上摆了警示锥 但只拦了一半的宽度 自己就往这边靠了一点 没想到天窗被划破了 CS店检测后表示 车损要2万多 可以走保险 但是你商场也有责任 那我说我的诉求也不高 就是你把第二年增加出来的保费 你补偿给我就行了 什么就是说那个补偿车手什么的都不要你了 在西湖文化广场停车场管理处 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 这时有位黄主管走了过来 说是负责安保的 我们都是真正规规的企业 国企业 我们隶属于浙江省交通集团 不是什么私人企业什么东西的 我们都是依法办事情 对吧 当然我们如果说要处理问题 我们可能要根据那个交警的 他的回资单 我们来处理问题 也不说是我们谁 办公室谁 管理处哪个领导 随便拍板 这个事情就定了 对吧 我们都是按照依法办事 对不对 但是按照正常来说 这个是商场绝对是有责任的 而且交警已经把那个甲方权责这几个字已经划掉了 他只是说特此证明这件事情发生 他本来是写甲方权责 是为了让我好处理交通事故 让我跟他们去协商赔偿问题 负责停车场管理的 是浙江交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位王经理给施女士打了电话 表示 地下车库不算升降车位有500多个位置 正常情况下够用 风机管道下方这个区域一般不用 除非车位紧张时 会让高度比较低的车停一下 平时会放置警示锥 也贴出了告示 问题是你把旁边那个车位 它那个警示标往这边挪了一下 那我还以为是你们想让这两个车位会稍微只是空旷一点 把三个车位弄成两个车位在用的 你如果说当时是这边这个车位你不允许别人停 你设置多一点的警示标子 或者直接拿一条线篮子 谁都不会往那边靠 谁都不会往那边停 王经理表示 施女士提的这个建议他们会考虑 至于这件事的责任划分 还有施女士的要求 他会去了解一下整件事的情况 再跟施女士当面协商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